当前台海局势紧张升级的根源 在与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的谋独挑衅 和外部势力的以台制华图谋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遏制台独分裂行径 中国人民解放军亦不容辞 今年以来 解放军常态还台岛组织 轰炸机 侦察机 尖击机等开展巡航 常态抵近台岛周边组织 多军兵种力量 联合战备警巡 常态在台岛附近海空域组织 联合对海突击 联合对陆打击 联合防空作战等实战化演练 实际出动飞机架次 比民进党当局炒作的数量只会多 不会少 目标十分明确 那就是以果断行动 回击岛内外势力 频繁勾连 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恶劣行径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切实维护两岸同胞共同福祉 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